男人来到和女友一起待过的海滩 回忆着两人在一起的甜蜜画面 比起和炎珠的分手 更让他痛苦的是家人的受辱 这时星星拿着烟花走了过来 他坐在大贤身边 本想来吹吹海风吃个生鱼片 结果却遇到了一个醉酒少年 大贤诉说着心里的痛苦 自己全身心地付出了三年 最后换来的却是欺骗 星星看着他满眼都是心疼 不知过了多久 大贤醉倒在了海滩 星星把他背回了家中 看着熟睡的大贤 星星说出了埋藏在心里十年的秘密 原来在星星还是小女孩的时候 大贤把他从一个掉落的沙袋下救了出来 星星对他一见钟情 这一喜欢就是十年 后来星星长大 命运让他们再次相遇 就在星星准备离开的时候 大贤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把他揽进了自己怀里 星星把大贤推到了一边 自己也躺下来 星星就这样呆呆地看着大贤 第二天醒来 大贤发现自己被化成乌龟的脸 看着镜子上的纸条 才知道是星星搞的鬼 大贤来到便利店质问星星 星星拿着店里的营业单问大贤 为什么我不在的这几天 营业额下降得这么厉害 这样下去别说开分店了 能保佑这家店不倒闭就烧高香了 星星理智气壮地训斥着大贤 大贤对于星星的指责并没有生气 他急忙转移话给你 说抽屉里有个礼物送给你 星星打开一看 原来是便利店正式员工的工牌 星星看到很开心 他让大贤帮自己带上 大贤决定从悲伤中走出来 他更换了手机上严珠的壁纸 看到大贤手机壁纸变成了风景画 星星试探性地问他 是不是因为自己才分手 大贤却说你别自作多情了 为了庆祝星星重回便利店 大贤特意从网上定制了 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两人穿上衣服后 星星再也憋不住了 大贤说这是庆祝你成为 正式员工定制的工庄 星星可不管 他拉着大贤就要拍照 说是要发在网上为便利店宣传 就在两人摆着姿势自拍时 严珠走进了便利店 公布医者 于远处입니다 종로新成长 경영진님께 상의 드릴 일이 있어서 왔습니다 你却不懂哦 I'm letting go